中国共产党在第一个一百年 是打赢了脱贫攻坚战 全面是建成了一个小康的社会 而第二个八年的奋斗目标 就是以这个共同富裕 为人民谋幸福 不能够穷者越穷 富者越富 共同富裕是什么呢 就是说全民 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要富裕 不是少数人的富裕 也都不是平均主义的同等富裕 更加不是所谓的劫富制贫 又或者所谓格资本家的命 众所周知 香港的贫富悬殊累积了很多年 越来越严重 2019年的暴亂 反修例子是道火线 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 是政府长期以来 没有解决过贫富悬殊 这个深层次矛盾 在香港相对贫富的概念下 我们究竟怎样能够达到共同富裕呢 而共同富裕有没有指标呢 有没有KPI呢 究竟是坚尼系数0.3还是0.2呢 那这件事是怎样去弥定我们的政策的准则呢 香港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自由经济自由生活 这个就是香港最可爱的地方 令到香港吸引到很多人才和投资者来港 共同富裕和自由经济 本身就是互相矛盾的 我们要做的是要精进扶贫 我们扶贫工作有很多地方是需要改进 这个是没问题 但我们要用同一现在我们现有的政策 去提升改进 甚至于有更多新政策 我们不需要一个新的概念 只要用现有 大家都知道贫富有问题的时候 为何要用一个共同富裕 大家不知道的新概念去取代呢 现在中准备展开 明糙 明糟